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的气氛感染着每个人 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年货 江陵县城中心的一家金店 这几天的生意也是特别的好 每天早上八点准时开门营业 服务员们也和往常一样 有说有笑的走进金店大门 开始打扫卫生 整理黄金饰品 等待过客上门的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个金店已然发生了一起震惊整个县城的案件 忙碌中的服务员突然发现 柜台里摆放的黄金项链首饰盒空空如也 里面原本摆放的黄金项链不翼而飞 看着空空的首饰盒 受到惊吓的服务员一时呆住了 很显然里面的黄金项链是被人拿走了 但究竟是谁拿的 怎么拿的 就连当晚职业班的人也说不清楚 你们两个都在这里职业吗 嗯 对 你也听着他的声音了吗 我是听到那个风吹门的声音 那个门 他外面那个门也打开 我听到那个清津的风吹的声音 成这样 这就是暗发金电的前门 紧邻江陵县商业区最繁华的大街 即便是在深夜 也会有车辆和行人过往 所以嫌疑人应该不会如此胆大的从前门进入 而这家金电的后门则是由三道门组成的 第一道门连着金电和二楼金电老板的家 而第二道和第三道门则是专门针对金电而设计的防盗门 这第二道门和第三道门的钥匙 只有金电老板一人持有 并且在案发当晚金电内还有两个职业的人员 如此严密的防盗措施 价值百万的黄金究竟是如何不翼而飞的 嫌疑人又是怎么进入到金电的呢 聚焦一线 直进现场 偷盗高手为作案处心纪律 不安侦查遭遇重重阻碍 地面上嫌疑人踩踏过的地方只有很轻微的脚印 左闪右躲的身影 警方该向何处寻觅遗犯踪迹 有可能是内外勾结 在第一时间赶到的民警封锁了进出金电的所有出入口 而赶来的技术人员立即进行现场勘查 进去之后发现它就是整个的物品都摆放的还是比较整齐 只不过就是柜台 它一个金柜柜台里面已经被撬 有关中的痕迹 然后其他的地方都是很正常的 因为这几个盘装放的是那种蓝色的项链 粗一点的 民警仔细观察着被盗现场 金电的前门是卷帘门 顾客都从这里进出 后门有三道防盗门 根据对现场的初步观察 警方推测 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是从后门进入被盗现场 现场的入口 桥的痕距不大 因为可以分析为要么就是技术开锁 要么是本身就要死 因为它有三道防盗门 这道门就是他要进来的第一道门 对对对 这是他进来的第一道门 这个第一道门 但是老板是在事发以前 前几十分钟刚刚出去 所以说他这道门 我们但是分析有可能是没锁住 在这里面还有连到防盗门 那当时在门上提取到痕迹物证了吗 没有没有提取到任何痕迹物证 这两道门可能是采用技术开锁的方式 打开 这是最后一扇 那从开门的这种手法上 咱们有哪些推车呢 推车第一个有可能是个惯法 第二个 就是手段是比较 还算是比较高密的吧 发现地面上 邪人踩踏过的地方 只有很轻微的脚印 邪人进来的时候肯定是戴了脚套的 应该不是新手 起码证明这一点 可能是个罐头 现场并没有提取到有价值的线索 警方推测 犯罪嫌疑人应该是经过精心伪装的盗窃老手 果然 在今天的监控视频中 警方发现了这个盗窃黄金的犯罪嫌疑人 监控显示 1月25日凌晨5点34分 一个男子从金店的后门进入到了金店 很少有转的 把这些武装都这么起诊的 进入金店的犯罪嫌疑人 并没有直接走向黄金柜台 他似乎在寻找下手的目标 他可能好像对这个里面的情况 不是很熟 然后他主要是先到了那个收银台 可能开始只是想偷点钱或者偷点其他的什么东西 作案的地点应该是偶然性选择 不应该是冲着黄金来的 而是应该冲着那个存放在收银台内少量的钱物 来到收银台的犯罪嫌疑人很快打开了抽屉 急忙从里面拿了钱 装到了自己的衣服兜里 就在这时 犯罪嫌疑人突然停下了动作 离开了收银台 那个里面首页的人叫了一声 听了开门的声音 我就问是不是老王 但是他没有起床 没有看 通过视频看了 敲这个柜台的时候 应该是有声响的 结果他没有出来 就像这个人又出去了 然后第二次又折返进来 中间的话 间隔的话 有几分钟 有几分钟的时间 受到惊吓的犯罪嫌疑人 看到没有人出来 再次大着胆子返回了金店 继续在收银台 选择的东西 在最里面的抽屉里 犯罪嫌疑人看到了一个盒子 他似乎对盒子里的东西很感兴趣 装这个旧的 还有这样一个过程 装旧的那个金银 收旧的回收的那种金银手势 拿走了盒子里的东西 犯罪嫌疑人又把盒子放过了抽屉 而他却并没有把抽屉关上 也就是在这里 一个细节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视 我通过视频发现 当时他可能还推过那个门 但是就是没有出来 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 值班人员应该是醒的 我们都有一种怀疑 有可能是内外勾结 但是第一个推断 有可能是内外勾结 会不会是这个首页的人 跟那个切贼两个人 内外勾结 然后一起抓 勘察工作依然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背到现场种种不合理的地方 让办案民警 首先把怀疑的目光 锁定在了这个行为异常的 值班人员身上 因为他响声如果敲门的话 响声不一样 要是开门 他就是说要他索性 说回去的那一下 你当时在干什么 我当时睡在那里面床上 睡在那里面 开门 有几个人有游戏 要是去我们老板 外面拉一张门的 外面这几个门的 你没有 我只有里面这一张门的 你说的是这一张门是不是 询问中 民警仔细观察 这个值班人的一举一动 细致地分析 他说的每一句话 要这个仇气挡住 就是推 只推开来点 我们就是推不开了 然后说 就是这样一段 要这个要要 要仇气刚好 就让你挡住了 但是你为什么 不存在那里出来的 因为我就是 因为我就想着 就是只有老板 在这里拿东西开梯子 才会挡住这个门 他的老板 每天早上 无论多人要起来 他住在二楼 下来之后 要去判进货 有这样一个早起 开门的习惯 经典的老板 就出去了 出去了 然后就跟首页的 说了一声 说我出去一下 可能等一会 等会就回来 然后首页的人 当时就以为 进来的是老板 然后也没有太在意 通过经典老板 和店员的相互印证 值班人员的嫌疑 很快被排除了 那么偷黄金的人 究竟是谁呢 现场勘察的民警 依然没有找到 对案件 有推动性的线索 放弃了春节的休假 办案民警 不分昼夜的 观看监控视频 因为这仅有的视频 成为民警破案的关键 反复观看视频的民警 仔细推敲着 犯罪嫌疑人的 每一个动作 监控视频中 这个神秘的人 在偷完钱之后 开始在金店里转悠 拿起电筒一照 才知道自己去 是个金店 在金店里绕了一圈 最后选择的是 项链柜台 有一个寻找目标的过程 最后找到那些金链 因为那些金链的 可能客数比较大 价值比较高 发现金店里的货 全部放在外面 所以说您是奇 倒点金子 金灿灿的黄金 牢牢吸引了犯罪嫌疑人的目光 他再也挪不开脚步 慢慢地走进了柜台 伸手就要打开柜台的小门 却发现柜门上了锁 没有丝毫犹豫 犯罪嫌疑人 从衣服兜里掏出了工具 垫在那个柜门之间 防止撬的时候 发生过大的声音 把在那个金店内 值班的人员惊醒 而且他在撬的过程中 多次将头往值班人员 住的那个小隔间里面 在看 叫开了柜门 犯罪嫌疑人伸手从柜台里 抓出了一把又一把 金灿灿的黄金项链 他不知道 他这么一抓 竟然偷走黄金三千克 价值高达一百多万元 他抓了一把 放在口袋里面 准备走 走了一步以后 再次返回 再抓了一把 从进入金店 到离开金店 短短12分钟的时间内 犯罪嫌疑人将柜台内 三个手势盒的黄金项链 一扫而空 价值百万的金事 就这样进入了 嫌疑人的口袋 可是让警方感到疑惑的是 在柜台内 还有其他一些 更为贵重的金事 但是嫌疑人却没有动 这蹊跷的作案背后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东躲西藏 精心谋划 不料却逃不过人性的贪婪 嫌疑人 变身举报人 又是为哪般 黄金案中案 一线正在不出 五十四十六分 犯罪嫌疑人离开了金店 那么 身上藏了大量黄金的犯罪嫌疑人 究竟是会去哪里 警方立即调取了金店周边 所有的监控 通过仔细查找 警方终于发现了犯罪嫌疑人 包括他来和去 全部是不行 没有其他的同伙 在外面给他放风 也没有接应人 如果是流窜的话 需要交通工具 不管是汽车或者摩托车 但他什么都没有 就是走来走去 绕着我们这边的一个步行间 绕了一圈 然后在沿路 从建设路返回的 在从建设路返回的过程当中 他有几个躲避视频的动作 既然步行 说明距离现场不是很远 出的地方 如果远的话 他不可能一直走 是本地人 因为这样一条路的话 外人人是很少知道的 它不是大路 犯罪嫌疑人出了金店后门 在街上兜了一个大圈 之后向好学镇杨家台方向走去 整个动作的感觉比较迟缓 不是很麻利的那种 可能有一定年纪 起码不是很年轻的年轻人 通过他的步步态 虽然他做到伪装 但我们也可以看出 他的年龄在四到五十岁左右 当闲人经过视频的 一个电线杆的时候 我们又截取了这个电线杆 作为参照物 进行现场勘验 我来试一下 14个 差不多 还稍微大点 稍微高一点点 还来一点 还比我还要稍微高 稍微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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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米 8 发现现嫌疑人的身高 大概是1米75到1米8 为了尽快找到犯罪嫌疑人 警方兵分几路展开走访调查 而现场判查的民警 开始了第四边的判查 他们试图从现场找到嫌疑人 遗留下来的直接证据 我们结合视频上显示 有很大的困难 必须要对他当天的 这个行踪的有印象 就反不反常 警方怀疑的这个人叫陈志 54岁 1987年 因犯贪污罪被判刑7年 1997年 因盗窃罪被判刑1年半 2009年 因盗窃罪被判刑4年 出狱后 他并未收敛 小偷小摸不断 妻子也跟他离了婚 种种信息表明 陈志就是盗窃经验的犯罪嫌疑人 专案组立即对他 长居的地方及家中 进行了布控 然而 在案发之后 陈志并没有回家 他躲藏在哪里呢 当时我就 跟我们专门民警说 必须要追账 要想尽办法 想尽办事不及的 把账务要追回来 不追账账务 不算破案 据了解 陈志没有正当职业 平时就靠盗窃维持生活 三次判刑 进出监狱 可以说他的人际关系不太复杂 朋友也并不多 让警察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他们寻找陈志的时候 陈志也在托人打听公安局的消息 把他去试探 到我们公安警官这里来看一下 准备先通过他 找他一些另外一些关系人 和一些朋友打听一下 我们现在对这个案件 现在是侦察的情况是怎样的 就说 我如果是这个事 我如果三天的话 没人找我 可能就 可能就过去 顺着这条线索 很快警方得到消息 陈志去了江陵县雄河镇朋友那里 40名民警 趁着夜色立即追踪过去 此时的陈志犹如惊弓之鸟 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敢过多地停留 警方一连搜查了几个地方都没有找到陈志 但却得到了一个重要线索 陈志在死守室有个情人 只能说提供一个方向给我们 提供一个方向 我们就根据这个方向 他所说的这个方向 对沿线的所有的视频监控 进行的调取 警方调取了通往死守的所有道路的监控录像 果然陈志在监控视频里出现了 我们通过视频发现 他拿一个那种编织带 很大的编织带 放在他们那个踏门车的前面 沿途进去追踪的话 包括怎样过卡口 过江 从公安那边再进入死的城区 应该是他会把这个东西随身携带吧 因为毕竟东西比较大 交给谁都不放心 包括落脚的地方的话 也是我们所掌控的 他拿了个女朋友 所居住的那一片区域 我们就围绕他的那个女朋友 在进行一些蹲守 在女朋友的家附近布控 但是后来发现 没有发现他的轨迹 旁边长住的都是本地的一些居民 外来人不可能找到这个地方 除非他躲在这里 住在这个附近 及时调整速度 可能因为他的女朋友知道 我们也在找他 不敢把他带到家里去 警方并没有和陈志的女朋友 正面接触 而是选择了暗中监视 同时扩大了搜索范围 经过几天的守候 陈志终于出现了 根据其交代 春节将至 手里缺钱的陈志 抱着碰运气的想法 准备偷一笔钱财 就在这道街上 一连开了四家门都没有打开 没想到最后打开的这扇门 竟然是金店 有没有准备托换金 终于一个的话 我根本不想要是金铺 随便一个平山的瓶子 一擦把擦开了 他一个门呢 一锅都没有 酸 那些门的小酸子 一锅都没打开 他的有三块门 我 是他出锅小酸子 我也不可能 把他的东西搞到手里 胆战心惊的陈志 一边抓着黄金 一边在心中估算着价值 他觉得 他抓的这几把黄金 应该过开一家小商店了 于是就收手了 可是陈志说 事情并不像天空录像中 显示的那么简单 在自己身后 其实还有一个人 而现在黄金 就在此人手中 我说是金麻木偷的 开刀我对那个的 是你们跟他们 你们见的 我们也没有想到 就说他会 黄金会不在他手上 他说他跟金麻木 关系比较好 金麻木偷了以后 去了家里 给他看过 说偷的金货 这笔金事 并且跟他说了 怎么进去 怎么作案 平白无故地 冒存一个金麻木 我们又不知道 金麻木姓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我们如何 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事到如今 无论是监控视频 还是警方在现场 提取到的痕迹物证 所有的证据 都指向了 这个叫陈志的人 可是陈志 他却口口声声地说 丁麻木 才是那个偷黄金的人 但是他又说不出 这个丁麻木 到底是何许人 这也让警方犯了难 丁麻木 显然这只是一个外号 警方只能推测 陈志所说的这个人 应该是一个 开三轮车的人 姓丁 因为在湖北的一些地方 人们管三轮车 叫做麻木车 那么茫茫人海 上哪儿去找 这个叫丁麻木的人 那些被盗的黄金 有究竟在哪里 羽毛卖黄金 竟被合伙人欺骗 这是谎言 还是另有真相 一场黄金梦 最终却落得深入分门 黄金暗中暗 一线正在播出 在陈志路网后 江陵县警方 并没有对外宣布破案 此时此刻 每一个正办民警都清楚 追寻黄金的下落 才是此时最关键的事 这个案件怎么叫破 我们现在就 你现在要破案 追张物 张物追不出来 特别像这种 非常特殊的案件 又是大的案件 没有张物 不好像 这个老板姓交代 不管这个张物 埋到什么地方 都要一件一件的罪 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就找 民警加大了 对陈志的审讯力度 希望从他的口中 得到黄金的蛛丝马迹 但是进展并不顺利 因为陈志 闭口不提黄金的下落 只是一直催出了警方 寻找丁麻木 搞得别人 这个黄金没搞得 都全部搞我背起了 那这边呢 我东西全部完了 其实我跟他们 来都跟他们讲 讲说是他们挺好的 丁麻木在帮他 销单的过程 把他剩下东西 全部卷走了 这样想把整个案件 栽赃到丁麻木 陈志告诉警方 黄金都在丁麻木手中 只要找到了丁麻木 就能找到黄金 我们是抱着一种复杂的心情 去办他 到了这个人存不存在 东西在他手里 很复杂的心情 怀疑的态度 去找他 搞这个东西 自己拿去 还是不干 就是那个人 心里还是不舒服 在陈志道谢成功后 他做着发财大梦 带着黄金 开始东躲西藏 在一个朋友家里 遇到了多年前的老邻居 丁麻木 他知道你这个行间 是破坏的吗 知道 你告诉他 我告诉他 我说别的村 别的卖力电子 他和丁麻木一起 又坐车去先讨 在先讨程序 将他所盗着的项链 销售 只销售了两个 我是把单纯朋友 反正我的人 包括平常人都单纯朋友 陈志给了丁麻木 一万元的好处费 又将剩下的 四万多元现金 全部交给丁麻木 要他去帮忙 办理一张银行卡 把这些钱存在里面 第二天还给他 因为此时的陈志 已经不敢在 公开场合露面 他说你万一别人发现 你带了这么多情史 说不出来源 拿不出有效的证据 票据 有可能会被抓 让陈志没有想到的是 拿了钱和黄金的丁麻木 从此以后失去了踪迹 正是如此 陈志最终没办法逃往外地 同样是因为这个原因 陈志不得不留在湖北 请人打听丁麻木的踪迹 根据陈志的供述 警方找到了丁麻木 居住的地方 不是自己也是租的一个房子 但是已经 后来我们找到那个房东 他就说他已经在那住了七年了 七年他家里没有来过任何亲戚 包括朋友 连着死了他两天 就是七年以来 唯一他们家里来的一个客 房东也不知道他真正的训练 只叫他训定 在警方看来丁麻木的身份过于神秘 他究竟是谁呢 此时会躲藏在哪里呢 在丁麻木的出租屋里 警方也没有找到任何有关他身份信息的线索 走得非常充满 早上买了菜 还放在家里 还放在地上 当时走以前 可能在吃面 吃面条嘛 在吃早餐 还有半碗早餐还在桌上 能够证明他身份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了 把有可能自己落下的一些东西 有可能落下 就是他身份的一些东西 全部带走了 包括墙上的照片也已经撕掉了 显然 丁麻木在刻意隐藏自己的身份 他所做这一切 难道仅仅是因为拿走了橙质的黄金吗 警方的心中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走访中 警方得到了一个重要线索 有人在长沙见过丁麻木 这样一大把东西随身带着 他也很担心 这个东西可能拿的时候 他自己不好出手 到长沙以后 发现他一回湖北了 我没有赶到湖北 丁麻木有一个情人在公安 他通过他的情人在公安 给他租住了一个出租房 2月25日 江林警方在公安县一出租屋内 将丁麻木和其妻子抓获 并从他随身带着包里 找到黄金项链77根 缴获现金1万元 丁麻木 真名 曾霞兵 1971年生 湖南人 1996年 因犯盗窃罪 被判刑7年 1997年2月 在湖南金市监狱服刑期间脱逃 面对警方的到来 曾霞兵毫不意外 他似乎早就在等待 这么一天的到来 曾霞兵毫不否认 再看到陈志拿出了那么多黄金 他的心的确冻了 在那一刻 他对自己是个逃犯的身份 也无所顾忌了 这么多钱呢 是别个人的 还蛮一些 就叫他蛮口气的 就想把他买的 那个钱的话 能跟儿子留一点钱 他就拿过一锅 起码要跟他给个老过来 是不是 曾霞兵说 逃亡了17年 为了躲避警方 他只能给人打小工 开三轮车 他更没有尽过 做儿子义务 和做父亲的责任 他离开那年 孩子4岁 如今 别说不知道孩子长什么样 就连孩子的声音 他也没有听见过 看着到手的黄金 曾霞兵寝食难安 就连睡觉也抱着黄金税 他知道 他早晚会被警方找到 于是 他即使手里有钱 也不敢出去消费 如今曾霞兵被抓捕归案 他的妻子也因包庇罪受到牵连 根据陈志和曾霞兵的交代 警方分别赶赴 仙桃 长沙 岳阳 对所有收受脏物的几个金店 进行了收缴 并抓获犯罪嫌疑人 三名 一起盗窃案 受惩罚的 不止 陈志和曾霞兵 两个人 我们国家 对于黄金的买卖 是有专门的管理规定的 出售的人 要出示身份证 所卖的物品 要有发票 而那三个 违规收买脏物的人 同样也要受到 严厉的惩罚 在此 我们也要给商铺老板们 一些建议 那就是下班之后 要把贵重的物品 放到保险柜内保存 不给犯罪嫌疑人 得手的机会 这里是一线 我是陆辰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